第一件事是 這個地方有一個設定地上學 有一部份 住宅比你已經跳到八成三張 也留給你 留給你 我們這幾年都在這裡以外 我們有台法的東西 一有設定地上學的東西 它的誘因沒有像台北的內部 或者是南台的通告 這個是事實 因為我們剛剛說法國的地方太多 我們沒有地方比較少 所以你有設定地上學的方式 沒有地方 所以我們這次改變的方式 現在已經有30元 有4、2、3、4 現在第二次有3 現在有3、4、5、5 原來有設定地上學的方式 有設定地上學的方式 這次同學會有公辦都更的方式 這公辦都更的方式 不是來錄製的方式 門角在開玩的時候 就是用公辦都更的方式 所以我們用南港的模式 來開發我們整體的亞洲新灣區 議員現在對於這個比例有一件 30到50有一件 現在是公展起見 我們在補答議員的一件 管理給我們都委會 來做通談的檢討 那最後我要再跟各位拜託 南府警察、各茂山、特長山 還有南邊業主 有很多的這些土地的開發 假如我們沒有更多的誘因 誰要來這個投資 我們要加速我們投資的計畫 也要引進新的產業 我們要有提供 足夠的公共和服務 跟公共的 作為園區的 不管是開發的基金 或者是我們整體的 房屋的供給 我們都要同步的來增加 所以房價的問題 我們在亞洲先關區 我們也建構了1600國務的設議 你當人來公安的工程師來 我們就有社會住宅 就非常便宜 就可以住給大家 就能夠有效的抑制房價 所以市府在做這些考量的時候 那一方面也討論到 剛剛的議員叫房價的問題 所以就來提供 自然就讓房屋的供給增加 房價才會下 你處在去啊 就是因為他的供給需求不平 我覺得這是一個定位的一個問題 在